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一个胎了两年多的疫情 令到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化了 最难适应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有些熟悉的地方就这样消失了 但是以前这条街应该很热闹的吧 很热闹 这里以前就是美食街 现在疫情期间真的影响太大了 我看到现在这样的情形 真的很伤心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段是会过的 人生必须继续续续续 一群年轻人也没有放弃希望 搞下新意识 令到古宅住入新的活力 咬紧牙关继续经营 促世代化地迎接解风口的客人 疫情期间在池厂街一带 有很多老店 因为维持不到租金就已经收拾了 不过有一间白莲饼店 他们搬了之后 专营食咖啡店 反而就吸引到更多客人了 这个空间很特别 这个以前是旧气院 发生过两次火灾 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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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或者有些店消失了 但是很多大家熟悉的新马地表 都还在 甚至多了一些新地表 或者新玩法 这间是他们在全世界 唯一一间在海上的专门店 这里是两年前才有的桥 你看,多近KLCC 解风后再回到熟悉的街道 只想再去找回那个记忆中的味道 这间食物 我本身也很喜欢吃 这个已经很多年了 我中学的时候就会来吃 这个就是我们叫 是一种马来西亚原住民的食物 很好吃 有初恋的感觉 疫情令人变得感性和年旧 解风后看到熟悉的朋友 就是想给一个温暖的拥抱 想知道他们在疫情期间 觉得好不好 不过坐在一起吃饭 变了一种很奢侈的幸福 可以再去海边 可以再玩到喜欢的水上活动 可以再出门体验这一切 都令人觉得 生活好像已经重新开始了 已经好像做了一成天的运动 我收到了 这两年无论再困难 我们都已经走过了 令我们不再埋怨疫情 不再回首过去 接下来 订阅这个熟悉 有更加精彩的星马 一起重新出发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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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说到新加坡 大家就会想到 滨海湾的景色 这道豪华五星酒店 和高级商业大厦临立 有着天空树的滨海花园 就有余走进世外桃园 还记不记得电影 我的超豪男友 男主角的好友婚礼派对 就是在这里搞的 这里无论日与夜 都有自己的一番风景 令到滨海湾 好像已经成为 这个花园城市的象征了 来新加坡旅行 怎会只来这里 这里有这么多其他景点 其实这几年都没有什么变 唯有变的就是人流 不过现在开始 都陆陆续续多了很多游客 你看看多少人在这里拍照 不过有一个新的景点 你看看那边 Marina Bay这区在疫情之后 我都没有什么变过 所有出名的地标都还在 唯一多了的就是这个 在海上面的玻璃球 这个品牌我不说 你都应该知道 这间是他们在全世界 唯一一间在海上面的专门店 你看看它的外观 是用114块玻璃组成的 所以阳光照下去是特别漂亮的 疫情开始至今 有很多新的店面出现 有新地标是开心的 但另一方面 疫情对新加坡经济的冲击 其实在短时间是很难恢复的 直至今年4月 已经有百万多家实体店面倒闭 甚至永久推出新加坡市场 全新加坡有近17万人失业 这个也代表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店 可能在疫情期间已经消失了 不是这里吗? 哎呀,这间肉骨茶很有名 是新加坡人或游客 来到这里都一定想吃它 现在没了,怎么办 想着来Bugis行 顺便来吃这间肉骨茶 想不到他们这间分店倒闭了 但大家不要太伤心 他们还有两间分店可以去吃 会来Bugis 是因为这里真是一个 又好吃又好买的地方 算是新加坡客密区 没有那么贵的 有Bugis Junction这个商场 亦有很多便宜价货的Bugis Village 我现在来到这个 就是Bugis Junction 我本身自己都很喜欢来这里走 而且这里拍照特别漂亮 因为你看 它上面太阳可以射进来 拍照自然有那个 好像是浸泡的感觉 在这里中间 就有很多pop up store 它时不时都会换的 有很多手作 或者一些地方设计师的东西 其实疫情之前 它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个台 有什么功能 就会在这里 这里搞的 这个位置是很大 常常都会有一个台 在这里搞功能 过去对面 对面就是一辣街 它就叫做Bugis Village Bugis Village 这些东西会特别便宜一点 而且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去那里走 很难的 Bugis Village 平时真的很多很多人 它有点像香港的旅人街 不过它是室内型的旅人街 这里卖很多东西 但就是买不到A货 在新加坡买防务品 被捉到会罰得很严重 所以上来找A货的人 可能会失望 但是想买手信 或者吃当地的小食 这里就可以满足你了 好了 好了 来到Bugis Village 看看有多少店 其实现在很多店 都在疫情期间关闭了 但是很多新的店都开了 例如口罩店 就特别多 口罩是必有的 很多店银 一定会留下口罩来买 有点食物 有点饮 而且多数都是小食 本地的小食 我以前也特别喜欢来这里 而且这间食物 我本身也很喜欢吃 这个已经很多年了 我中学的时候就会来吃 因为它的食物很好吃 又便宜 而且我最喜欢吃的 就是Pancake 我记得以前的Pancake 只是一元 但现在它起了几毫 甚至乎变成两元 几毫 几毫 而且你看 它有很多这些旧式的零食 很有趣 这个很像饼 我也很喜欢吃 所以你要找一些本地食物 本地的饼 旧式零食 你也可以找到 谢谢 热热的 谢谢 很棒 很香 芝士 很长 很棒 来到这里 它有些像香港的廟街 周围都有很多小店 很多东西买 之前来 它没有这些小店 因为疫情 但现在它真的开放很多 我们再走前一点 就是新加坡很出名的一间廟 新年的时候 很多人会排长龙 疫情的时候 因为很多人排 疫情的时候 他们就会分批一些人进去 如果你身份证是单数的 你只可以一三五才可以进去 双数是二四六才可以进去 但现在开放 应该没有这样的规理 什么时候进去都可以 其实除了疫情的时候 要限制来参拜的人数 大家不可以出门的时候 有些庙宇也会有线上参拜直播 令到虔诚的信徒 不会受到影响 而观音堂之所以会出名 原因就是二次大战的时候 这一区都被炸到满目仓宜 但是这间庙就丝毫无损 大家都觉得一定是佛祖庇佑 当时也成为灾民的避难所 直到今天 观音堂香火依然顶盛 你好 我愿意找找朋友 你有名字吗 我并不认识哪间房间 但她就像这样 我明白 好 所以我直接去前面 好 谢谢 谢谢 我找到你了 朋友… 你如何?住得好吗 其实这间庙是一个植物酒店 你知道在疫情期间 大家都从家有空 所以人们会突然变成厨神 或者养草物 种植物 就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解封了 大家就很忙 要去旅行的就去旅行 那些草物和植物怎么办呢 不要紧 植物就可以来这个 Plant Hotel 随时都可以来这里 可以去选择或选择 这里的植物在这里 只需要30元一晚 最多三盆 而且他们的服务员的服务 非常好 很细心 他们时不时都会拍照 送给主人更新 不过这里就没有长期住的包装 只是最多六个月 这间今年才开始营业的植物酒店 真是很多忙碌想奔族的福音 尤其是要出国时 真是会担心 谁会来帮忙淋水 若然盆栽太大或者太多 他们都可以派人去你家照顾 当然费用就会不太一样 只可以说 疫情不知改变了我们的休闲嗜好 亦都带了很多不同的商机 去年开始出了一个新的水上活动 就是水上单车 就算你不懂游泳的人 都可以踏单车 享受水上乐趣 我最喜欢这个活动 就是它是家伙朋友 你可以带你的宠物 放在浮板上 和你一起享受水上单车 我现在介绍我的特别嘉宾 就是我的宝贝狗狗 Souju 你好,Souju 它很安全 看到有这个救生衣 而且这条银子就绑在这里 非常非常安全 不会跌下海了 谢谢 如果你怕水 或者不会踩单车 这个水上单车 真的非玩不可 它很容易控制 不用担心自己平衡感不好 只要脚会踩就可以玩 水上单车的速度 大约每小时有15公里 老板说刚开始玩半小时就好了 因为还是会累的 玩了新的水上活动 我们再去一个新加坡 今年主推的一个观光景点 去年开幕到现在 已经是热门的打卡点 来到这里 第一件事就是 可以设计一个代表自己的雪糕 让我试一下 我要画的雪糕 然后选择背景 选择背景 选择这个 这个是雪糕 雪糕桶 好了 完成 那设计完之后 就可以传过去 亦都可以传到你的手机 就是这里 来自美国的雪糕博物馆 这个粉红色的体验式博物馆 在海外的第一间 就是新加坡 看看这个梦幻粉红色装囊 就知道 怎可能只玩一个平板 那么简单 里面有十几个 不同雪糕主题的区域 任你玩 可以尽情拍马尾照 还有雪糕任你吃 是不是很甜蜜 来到这间房这么大 它全都是摄像 这些节目 就可以让你放自己的信息 所以很特别 你知道了 女生很喜欢拍照 那你就可以放自己的信息 或者你的名字 这样拍照就会更特别 如果你要放自己的信息 其实也会有很多时间 因为很难找一些字母 有了 这间房间 就是美式复古主题餐厅 是不是很特别 但来到这里 当然就是要吃它的雪糕 好 你好 我可以买了冰淇淋吗 当然 谢谢 别担心 享受 很漂亮 这是粉红色粉丝辣味 来到这里 当然要叫粉红色 配搭这里的主题 我拿着这个 即时觉得很有少女的感觉 很好吃 其实我刚才途中 我看到有些人 都是穿着粉红色衣服 配搭这里的主题 嗯 不过我觉得我都配搭 有点车离子 这间雪糕博物馆 有很多主题 都是围绕着新加坡文化的 而这间房间就是普通 普通是什么呢 就是在60年代 很多新加坡人 和马来西亚人吃的雪糕 除了我们看到这些普通之外 我们也可以试吃的 这里有斑南味 和黑浪米 我试试这个黑浪米 好 谢谢 其实普通的意思就是切 就是切成这样 一块一块长形的雪糕 试过了吗 很香的黑浪米味 你看这个Dragon Playground 是新加坡人才会认得的 因为它是新加坡很早期的 游乐设施 现在已经很多地方都找不到 但是它竟然在这里出现 农营游乐场 是很多新加坡人 小时候的回忆 虽然雪糕博物馆是来自美国 但是他们会想 将文化带入博物馆 真的很像地气 说到推广当地文化的方式 其实很多 就像新加坡大家都知道的甜品 造成调酒 就是一种可以很快 令外地人 认识新加坡的一种方式 尤其限外喜欢喝一杯的人 最喜欢这种 特别人所说的 现在有一杯 它们是很有名的 一看就知道了 是Kaya Toast的雞尾酒 它整個Kaya Toast都放在這裡 老闆娘很甜蜜 她特地給我一個碟子 可以放Kaya Toast在這裡 我待會就可以吃,不要浪費了 讓我嘗嘗味 很香,當然它有Gaya味 Gaya有椰漿味,也挺重的 但它反而沒有想像中那麼甜 因為它有一點橙、椰子的味 綜合甜度 剛才我問的老闆 他跟我說裡面是放英文晚餐的茶葉 所以它有一點茶葉的味道 我覺得女生很適合這杯飲料 因為女生喜歡甜的 這杯不會超級甜 但可以當作甜品喝 先吃Kaya Toast,不要浪費了 Kaya味真的很香 所以這就是吃Kaya Toast 這杯是喝Kaya雞尾酒 結杯 我還有一杯很適合女生喝的雞尾酒 就是這個 為甚麼是一個盒子呢 其實它是一個DIY雞尾酒的套餐 它叫做Rose Laminate Sprit 打開來看看 這個是酒杯墊 還有一些乾的製作 其實這個是甚麼呢 混合在酒裡的混合器 還有兩瓶不同的酒精 很簡單 在裡面有一個印象 可以讓你看看一步一步如何製作 好,我先嘗嘗 我現在就做Bartender了 其實它這裡的份量是兩個人喝的 所以可以調兩杯酒 然後它就說90ml瓶酒 這個就是瓶酒 90ml 它這個印象是給兩杯的 所以現在倒一半的份量就可以了 這個90ml,即是45 就倒45 好的,倒下去 下一個就是30,April 30即是要放15 April應該都是一些酒精 15,15在這裡 倒進去 哇,好像已經很漂亮了 然後再加冰 快點冷一點 新加坡這麼熱 喝冷一點會好喝一點 最後就加這個混合器 它叫做Elder Flower 它就沒有說放多少 總之你倒滿它 那就OK的了 哇,這個雞尾酒出來了 我覺得這個顏色 女生看到已經很喜歡 喝雞尾酒最重要就是什麼呢 儀式感 這個就是增加它的儀式感 加的Rosemary 還有乾玫瑰 那就搞定了 好,試一下我自製的Cocktail 我先試一下 它的Rosemary味道很香 我覺得很清甜 一點都不像Cocktail 還有我最喜歡DIYCocktail 最好的一件事就是 可以因應自己的酒量 調整的份量 我自己動手調酒 真是挺有趣的 訊息都寫得很清楚 所以是完全不會出錯的 重點是 之前疫情期間 大家可以在網上訂購 這種Cocktail Kit 在自己家調酒喝 真是超棒的 idea 誰說在新加坡只能購買 市區竟然可以玩這樣的水上活動 又有誰想到 二戰後沒落的小巷 現在已經是充滿以國風情的彩虹街 很有去旅行的感覺 整個人在這裡都很放鬆 很開心 有憑至遠方來 這集還有為香港朋友陪自由去玩 行了…冷靜 我剛才這兩集真的很好 是眼力 你真的怕你嗎? 我喜歡,但我有點害怕 下一集,我們繼續重新出發 正是你,發洩好最新一家 就任我經歷,任我爽 任我最發新的啟發